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这18个全部都是到国外 然后回来的 第二个就是这里面大概大概关心 男性6人 那女性12人 那这次基本上都比较年轻 除了三位是50几岁 一位70岁 其他都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分布 主要是因为有这里面大概是 就学的有7名 工作的3名 那去探亲 房友的有3名 那旅游的是5名 那这里面大概18名里面 我们在机场 直接就裁检的有6位 那居家检疫的有3位 那两位是居家隔离 所以大概那一个是强化的 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这12位 基本上都是在 比较好的一个防护 跟监控之中 那之前就医的有6位 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今天总共 累计了153名的病例 那跟昨天一样 我们28名解隔离 那另外 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前两天我们也 大致上对这个 欧洲 那中亚 中东 这回来的 我们都 召回居家检疫 那并且对 相关的 我们需要检的 我们全部都把它 能够来裁检 那今天我们仍然要 在这边相对的 就其他国家的 其他国家除了上一次我们讲 欧洲的 那还有中亚这些 我们高度关心的 一些快速在进展的国家 那召回居家检疫之外 那我们要针对 3月8号到18号 就其他国家 就美国 东亚 这些来曾经有就医过的 曾经有就医过的 记录的 我们全部要召回 做居家检疫 然后安排 裁检 那这边大概有 差不多是 3000人 那相关的资料 我们已经备妥 那今天下午 我们就开始会来 做相关的一些作业 那作业上面 大概